好啊 先跑一个 寻戏再跑一个 你们这种伎俩我见得多了 走 给我见官去 不是 殿家 殿家 你听我说 我弟弟去取钱 马上就可以回来的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走 殿家 你放这 你供多少钱 我给你 要是师父能帮公孙恒 分析官场厉害 许他前程 他一个降了礼堂的随官 难道不会动心吗 就怕这公孙恒 想要的不是这些 几岁了 赤面还会被呛 师父 怎么好像没钱了 上次给乞丐送开来 钱都用光了 一点没有 不是师父你说的吗 做人要饮水私园 若不是那些乞丐 告诉我们山贼的出处 又怎么进赤石府 既然在赤石府有吃有助 那还要钱干吗 师父 这可是你的原话呀 我说到三 咱们一起跑 两位客官 吃得如何 两碗面 一共十文钱 没没没 还没吃完呢 一 一会儿结账 不好意思啊 殿家 我们二人出门匆忙 忘记带荷包了 不如这样吧 我让我弟弟回家去取 我在这儿候着 好嘞 我这就弄闲闲 你别跑啊 好啊 先跑一个 寻戏再跑一个 你们这种伎俩 我见得多了 走 给我见官去 不是 殿家 殿家 你听我说 我弟弟去取钱 马上就可以回来的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走 殿家 你放手 一共多少钱 我给你 怎么是你啊 十文 多出来的 就算这位小郎君赏你的 多谢郎姐 多谢郎姐 方才多有得罪啊 都散了吧 散了吧 阿准 又见面了 十四郎 这是谁啊 我告诉过你 不要来说中 你倒好 一句也没听进去 那你呢 你不也来了 对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还知道 他受伤的事 伤是我包扎的 我自然知道 原来你就是那个兽医啊 这伤本来不包就好了 你这一包 已经无碍了 十四郎不必理会 他这 没事了便好 对了 对了 朔州素整边茂 像你这种奸商 怎么做生意都会赔的 十四郎 准备在朔州待多久 算了 我们还是不要打听对方的事 我们还是不要打听对方的事 师傅 你逃出来了 卖货的 这又是谁啊 这又是谁啊 阿东 阿准他帮我们结的饭钱 我们二人正要出城 十四郎 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 千万能是自己的 你让我们来兽医 是 但你一定要 我放在你 这一刻 我们要把你带来兽医 我们要带来兽医 好 我还是要把你带来兽医 提起来兽医 一个人的医生 去兽医 在这一切 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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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 兽医 草原 我和人生弟不熟的 还是别了吧 你认识我 多谢 不过还是算了 走 这都是什么人啊 这是阿什勒大军的前哨 他们要攻城了 十四郎 我还有些手下留在北边 我要回去召开他们了 你 还是尽快离朔周城越远越好 告辞 保重 师父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回程 吐喀舍竟然想趁着你不在 独揽投工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吗 你要是想看吐喀舍狼狈的样子 就留下来 我对丧家全没有兴趣 你就这么认定他必败无疑啊 吐喀舍这个蠢货 更何况他还在 他 站住 何人敢敢擅闯城防中地 快举风击鼓 阿世勒军打过来了 你们快让开 若是误了师姐时机 你们大耐着起吗 快 不行 李主巫 让他上来吧 是 李主巫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四使 阿世勒部大军攻过来了 快击鼓 还不急 不着急 四使的意思是 现在还不急骨施警 现在还不急 让他们再靠近一些 也无妨 四使 你可想清楚了 一旦阿世勒不攻进城 于朔州可是灭顶之灾 于整个大唐 也是头衔力 住手 竟然对主公动手 好了 旭风 他也只是一失情急而已 现在敌情紧急 我根本没有时间 跟你详细解释 来人哪 在 把他俩给我押回府里 好神肯滚 公孙航 走 你不会用病 你放开我 公孙航 喂 喂 喂 我不去城楼 我还不能在府里逛啊 此时有令 二位不得战斗 你们就那么信他的话 如何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呢 此时自有安排 我看这公孙航 根本就是浪德续民 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 骗得这全城居民 竟然如此全心全意拥护他 你刚才听到那炸鼓声了吗 隔了那么久才侍锦 此战 怕是瘟疫 阿董 你说 咱们这朔州城是不是来错了 一个连最基本的兵法 都不懂的人 我竟然还寄希望于 请他起兵相助 就是 连我都知道 文靠侍锦要及时 他作为朔州刺史 竟然不懂 就怕他是故意的 他 他敢将瘦州城拱手 让给阿世勒布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也不会放过他 你